制作APP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讲制作APP了 这样可以了解哦 从现在开始来算哦 十分钟大家就学完了 制作APP 如何做 把现在这一个内容做成APP 我只希望说 它到时候就只要看到类似这样子一个画面 最后填完 然后就点送出 这个外挂程式 在这边是不是就有一个外挂程式 好所以点选外挂程式 可以哦 点上去那个外挂程式 这边是有一堆外挂程式 可是我们今天要讲是APP 所以我们是不是搜寻APP 当然我们现在不用搜寻 因为APP APP 蛮容易找的 拉下来一点点 可以吗 我游标一过去它就跳掉 就是它就直接告诉我们说 建立一个Custom 就是Custom Custom 就是自己去设定的一个Mobile APP 可以吗 看到这边大概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创造一个手机的输入的APP 找得到吧 可以找到这一个哦 这叫APP 所以我们来去看这个APP 这边是不是有管理 所以点它 然后这边有一个用于本文件 用于本文件 点下去 然后这边这个 就会出现APP APP APP 各位都知道APP APP 是工作表 也就是等一下做完之后呢 你就会有 例如说第一个叫健康管理 健康医管理 你到时候又可以做第二个APP 第三个APP 以此类推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好 那我现在就点这个外挂程式咯 外挂程式这边是不是就多出现这个APP 本来没有的 点下去之后呢 他说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how to跟launch launch是登入的意思 launch是登入到刚刚的appshoot里面 那你们现在应该看到的是 这how to就是说明的意思了 就是怎么做appshoot 那我现在根本就不用做那个appshoot 我们直接就点launch就好 how to跟launch 那没有launch呢 我现在是点上面这个prepare 这是预备 预备 它的意思说暂时让你看看一下 然后这边这个launch 点它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它又要求我输入 就是登入那个appshoot 一定要给它一个账号 好 所以我现在再一次的登入 这个登入呢 是指我要登入这个appshoot 不是google 不是云端硬碟哦 是appshoot 好 然后我就直接点允许 然后接下来简单的手机 我又我的手机是可以收信了 好 例如说我现在哦 我现在我就去去我的信箱 就是刚刚我那个teacher点上那个信箱 所以我是不是重新开chrome 我们来去看一下我的mail 我的gmail 就是这个的gmail 我就会收到几封 从appshoot寄过来的信 首先第一个你看哦 它说appshoot已经连结到google帐号 这是因为我刚刚是不是绑两边 好 所以这我想没有问题 接下来这边 here is your app 健康医管理 这是我刚刚建立的 所以请问我可以把这样子一个画面寄给谁 然后你们再帮我分享给其他人 就要麻烦请大家帮我去填一下 就是刚刚那个身高体重 然后年龄之类的 那我先介绍一下哦 这边是不是有两种 这个是手机 这个是手机 然后这个呢 我现在可以开给你们看 这是网页版 就是让你除了可以在手机上面输入 你也可以打开网页来去输入 所以就这个 它全部帮你都建立好了 你看这样多好 好 比如说我现在我就点这个open 好 然后 我直接点它好了 它就直接帮我打开网页版的 那个我刚刚的那个app画面 你们可以了解这样是一个多美好的事吗 完全你根本就不用做很多事 好 这是网页版 网页版 你看 例如说 这边是不是输入身高 好 例如说身高180 体重 体重 例如说83 然后年龄 年龄 开始用选择方式 例如说 这边选择13到55岁 然后收缩压 假设是138 我随便输入收缩压 假设是86 然后心跳 假设是92 我的心跳是比较高 我现在是输入我的 我觉得我的健康是3 然后 然后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然后我用了 pencil 跟save 储存 好 要点这个save 而我网页 我就 我就输入完毕了 请几个人帮我去填一下那个APP资料 因为我们要回去看那个统计报表